你過了好大地當作新台南 各地大樓整棟崩起 其中最嚴重的委員金龍大樓 受困民眾超過400位 為了救出緊責民眾 在婚姻館中李靖雄的姿勢哈 小鳳教也在第一時間派出人員 全農救災 那天我們2月6號 然後接貨我們指揮中心派遣 然後我們派遣就是12個人 警銷6人 義銷6人 然後器材車 救護車 水箱車 還有兩台勤務車 總共5車12人前往支援 台南市圍貫大樓的救災 然後我們攜帶的器材 有影音探測器 聲納探測器 還有破壞的消炎機 發電機 還有照明燈 然後我們實際從事的 我們到達現場 然後實際從事的救災工作 就是負責圍貫大樓B洞 11 12 13樓的入室搜索 然後利用影音探測器來探索 有沒有受困的民眾 然後第二天 第二天跟第三天 都是執行H洞 三樓到六樓的室內搜索 然後也是操作影音探測器 來看有沒有生還者 在救災過程就簡單躺在帳篷裡面 除了消防救的金銷 和二小全都救災 福林館昂時立會最上救災大隊 跟福林館救災協會也派出另外全都台南 福林館長李靖雄和副館長 都特別全都現場關心救災的進度 現在第二天後 他整個都要倒下 倒下後 H洞 H洞就是第三面 I洞 就是這個第一面 這段時間裡面 我們也知道他們非常全心全力的投入 把他們的忠心 大家是可以相見的 所以今天我特別帶來我們尹憲民 對他們的關懷 來向他們表示敬意 也同時期勉他們繼續投入 配合整個的救災指揮系統 發揮最大的一個戰力 我們希望能夠放棄任何一個機會 為了鼓勵他們 也重重一點點的這個維穩金 希望他們能夠完成任務之後 平平平平平的回到我們自己的故鄉 小燕救助大隊也成功救出一位一位小弟弟 那這個工作還在持續性當中 我們本著人機幾機 人益幾膩的精神的做救助 就是在那個地方配合我們 這個總指揮官的一個調度指揮 我們要把救任的工作做到最好 那在這邊我想我們也一起 來為台南受災的這些災會 跟人民眾來給他們欺負 此刻就像蔡英文總統所講的 我們都是台南人 我們為台南欺負 大家貴心存在各地導入救助行列 也感謝財救助影響 因為你們沒有放棄任何一個機會 才讓受困的民眾可以被救出來 感謝你們貴心困民時間 無民無力唱救救出補貴的死命 讓人感受到天災雖然無情 不過社會是溫暖 記者觀眾朋友總好報導